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要玩的是一款末日生存游戏 SCUM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们都知道这款游戏了 开局四种人物属性 力量 体力 敏捷和智慧 既然是末日丧失的生存游戏 力量和体力一定要高 削减敏捷度 提升力量和体力 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度过前期艰难的空白时期 如果体力和力量不够 遇到丧失 打不过不说 咱们还逃不过 那情景想想都难受 智力方面提升医疗 可以快速自救 一点敏捷 提升在驾驶 没有一点驾驶技术 就是有车咱也不会开 那不是空流泪了 力量技能 肉搏的情况并不多 在防区 那榔头和锄头肯定不会少 直接把近战技能拉满 剩下的综合步枪枪法和手枪枪法 体力技能不用说 拉满奔跑技能 剩下的留给耐力值 当一只飞快的小兔子 冲 哦对了 还是要告诉一下小伙伴们 关于SCUM的背景故事 SCUM中文名人渣 传闻被投放到这座监狱岛的 那都是食恶不赦的人渣 而对付人渣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让其自生自灭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脑部后面有一个精密机器 这个机器可以实时定位他们 甚至能够读取他们的身体机能 从而做到真正意欲上的掌控 而且人渣出现意外或非意外导致死亡 上层便可利用机器 将他们复活 变成行尸走肉 继续服务下一位被流放到监狱岛的人渣 好的 进入主题 可以看到我现在位于C0下面 BO的边界 而在BO的下面一点 有一个小村庄 那里应该有不多但够用的物资 那我们第一个要探索的目标 就定在这里了 Let's go 不过我越跑越觉得好像不对劲 好家伙跑反了 调整一下位置继续跑 这能利用的只有一条地图和一个小红点了 作为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 我只能说多看地图 前面有一个小废墟 看看有没有能够防身的武器 要去的小村落纳肯定有丧失 如果没有武器那只有挨打的份了 毕竟近战肉搏 我可是一点都没有提升呢 附近都搜了 只有一个背包和一些破铁片 只能先剪一些石头 然后做一个简易的石头刀了 总好过什么都没有吧 好的 做完我们继续前进 中途休息一会儿 这么壮的体格很容易就累了 四周没有狼吧 好 休息完继续向前走 看到了 房区就在前面 边上都是围栏 看看有没有可以进入的破洞 很轻松就进来了呀 而且没有看到丧失 真不错 那就先从眼前这个房子开始搜 把门关上 别一会儿丧失进来了 哎呦我操 吓我一跳 我服了呀 这丧失睡觉还挑死脚呢 来你追 来 请王绕住 然后迅速跑进屋子 哎 啥玩意儿 这怎么还有个机器人啊 还对我开枪了 看样子像个反派啊 往里面走 这里看起来更安全一点 嗯 有条裤子 拿来吧你 穿上 蓝色的裤子帅气多了 这儿味儿有点大呀 出来看看周围有没有好东西 巴雷特 伽特林之类的都行 不过看这屋子好像没啥可搜的呀 哟 你还在哪 这房子现在不是你的了 咋还一个进往里冲啊 看拳 这搜了一屋子啥也没有啊 整一些破点片没啥用啊 听声音康达姆好像走了 趁现在 有个丧尸 绕过他 前面屋子看着有点像军事库啊 一定有好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